即是應該看閃見 現在問題產生了一些 即是說是影響市民生命的問題 但是閃見不發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那麼閃見的數量那麼多 其實應該是要處理的 包括來說 譬如我以前提過 現在是會不會考慮 二手樓買賣的 一定要有個專業獨立的顧問評估 如果是沒有閃見 這方面其實都是可以更加有效地解決 或者盜絕閃見的問題 那特首當然 他做發展局局長的時候 其實他面對閃見的問題 都知道幾嚴重的了 那麼在今天來講 他似乎給我感覺 覺得閃見已經解決到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太過 我覺得是誇大了 是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其實大家應該是知道 是未解決的 那麼我在這裏會繼續跟進 多謝大家 我覺得這方面似乎就是幫師長 但是我在這裏會繼續去追問這件事 亦都是跟進的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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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I think I think there is a more thorough explanation and update of how you know, you know the um she had a deal with the uh i mean authorized structure but then um what number of models is trying to push uh this to uh further explain you know 我认为我认为 以及解釋述文件的问题 对阿卓的判断 对于是什么